成田市長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蕭文雁 部長好 對不起 今天我問的一些問題 不一定跟今天本來會議主題有關 不過因為很多事情就在發生當中 所以我就想說 真的蠻重要需要部長的回應 今天早上國台辦有開記者會了 他已經說李明哲的確是從他們說法 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以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 部長,其實他是從19號失蹤一直到29號 其實已經10天了 我們法務部這邊有沒有什麼作為 或是在過程裡面有沒有得到什麼資訊 我們的國兩司有發函去跟大陸公安部聯繫 所以委員講說發函三次都沒回應是我們國兩司這邊發的嗎 還是陸委會那邊也有處理 我們有發函,但是發函幾次他們沒有跟我講 有回應嗎 沒有,他們說他們初步還沒有這樣這方面的訊息 那如果有的話,他們會查明後跟我們告知 因為根據兩岸共打擊司法互助協議 其實我想部長也很清楚 他第三章司法互助這邊有提到 人道探視其實是兩邊都有在做的 那這邊其實像李明哲的太太他也希望能去訪市 甚至因為他身體健康是不是有這個藥物應該要傳遞 那甚至我覺得最基本的律師也應該去做 像這部分我們有沒有在努力 那你覺得目前情況如何 基本上探視的部分,這個部分是由陸委會跟海濟會來協助 但是他如果需要法律上的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可以,法務部可以來協助 如果單純的探視 剛剛您所提到的那個部分 那是由陸委會跟海濟會來協助 那法律這邊呢?我們這邊有沒有做研究 或是有個專案小組在處理這個事情? 從我剛剛所提到的 公安部到現在為止沒有給我們一個比較明確的答覆 所以我們現在 部長,那就是你上來以後 你覺得兩岸尤其跟這個協議有關係的 相關的互動目前進行的情況是怎樣? 目前的行動大概有時候在很多的個案裡面 我們當然都會相互的 所以李明哲是特例?他們沒有回應這是特例?還是說? 沒有所謂的特例啦 過去也有他們也會回答我們 也有不回答就對了 對 那所以法務部這邊能著力的不多嗎?還是? 坦白講目前就是說他通報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做後續的法律協助 但是至於人道的探視是由陸委會跟海濟會來協助 那所以我們這邊還會持續再發文來問嗎?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記者會了嘛 他也承認了 人是在他們手上 那我們就會根據這個來再跟他們聯繫 希望他們能夠給我們明確地點在哪裡? 那到底目前他們的態度 對因為部長我會這樣問我當然知道可能陸委會是比較重要的主管機關啦 可是雖然各黨派委員都很關心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政府這邊能有些作為 好 我們講回去國兩次會 那你這邊其實有一些比較正式的管道 我們也有一個協議的依據在這裡嘛 對 是不是能有一些作為 我想加速 台灣社會也都很關心啦 好 不希望說政府在這過程裡面好像能做事有限 好 下一個 那其實關於這個偵查不公開 因為昨天施改國事會議 小組會議裡面也有提到 那其實部長今天早上也有提 部長說要建立守則 這個大概是怎樣的方向 基本上是第一個是這樣子 因為偵查不公開它出現的大概可能的類型 到底是在司法警察那邊 還是在調查局那邊 還是在地檢署 還是說其他媒體厲害的地方 包括從辯護人等等 所以他的可能的原因很多種啦 那我們高檢署曾經針對邀擊 這個相關的地檢呢 檢查長他們做過一些討論 那大概我們這邊可以做的 我們大概有一個這個內部的 所以會不會新的守則出來嗎 對 因為這個事情之所以會讓大家關心 但是這個部分恐怕沒有辦法包括 我們雖然會蹲請警政署 也去對於這個在司法警察的部分 他們如果去做 譬如說 沒辦法規範到他們 不然我們只能敦促他們 因為為什麼 他們如果今天要把人犯帶去什麼等等 他們的這個 有沒有什麼個別的通道 還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徵訊的房間 這個等等恐怕都要一併的去處理 不然的話會被我們守候的媒體記者 部長很多人在批評說 這個我們講法庭直播很容易人民公審 可是我覺得 偵查大公開 尤其我們前面談什麼小魔命案 甚至把人的名字 照片都弄出來 後來發現 對不起 已經弄錯了 甚至媽媽嘴 這些 就案子是不一而足 前面談的WHOTEL 關於用毒品的事情也是 就變成說 好像不只在引導辦案 很多人講說 這根本就是讓民眾去覺得 誰是有罪的 那才叫人民公審 那我其實查了一下 其實你們有個法 叫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對 這個有用嗎 有在用過嗎 基本上它有在用過 但是現實面就是 我為什麼問有沒有在用過 你知道 它在第八條喔 有講哪些是不得公開或揭露的 對 第九條有講說 啊 審卓公共利益是維護或合法權益是保護 有必要時是可以公開 適度的公開 所以你們那時候其實已經畫了一個界線嘛 可是我只是覺得有趣 第十條 它講違反偵查不公開 依法應付行政 懲戒或刑事責任者 由權責機關依法定程序調查處理之 部長我只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第十條我們有用過嗎 有調查過嗎 我們在去年 那個是12月還是新竹的那個案子就有 後來就移送 那個調查局的一位調查員 後來被 是有案例有處理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法律可以處理的嘛 對對對 對不對 對 那像小謀拼案或是 我們講WK 那個應該不是在檢方啦 應該是在前置階段啦 我們的判斷 部長你當然可以說 那是警政署的齁 內政部那一邊不關我們的關係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 檢察官還是在指揮辦案的嘛 對 對不對 這個部分法務部還是有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在看到守則的時候 我現在想說 其實你們是有辦法 對不對 還把那界線畫出來 對 第十條也說要追究責任 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在做 能不能讓 其實是有在做啦 那我大概跟委員 也借機會跟讓大家知道 他們講 這個通常都是洩漏出去之後 那大家發現違反偵察不公開 那我們大概 坦白講 我們辦案的上來講 就是要 調通聯紀錄 監聽 但是這個 這個坦白講 這個 因為對象不明確 不知道從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洩漏 我當然 那就 部長因為時間有限 我知道 在偵察過程裡面 你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困難在齁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案例 都是太過度了 對 這種連 確實 畫面都出來 連照片 連他家住什麼地方都出來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過度啦 已經是刻意了 那當然責任你不能推給媒體 說媒體太厲害了 媒體怎麼可能取得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推給媒體 所以我們就各個環節都要去檢討 對不起 因為我時間有限 再問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起訴書公開 這個好像已經是共識了 對 我們也支持 那可是前個部長羅英雪 其實那時候 由美女質詢 由委員質詢的時候 談到不起訴書 那這部分 部長你的態度是怎樣 這部分是不是也一起公開 基本上他有一個概念上的問題 如果今天他不起訴 那我們基本上是要 類似適用無罪推定 那適合不適合把它揭露 這個是第一個 他無罪啊 他無罪 揭露他無罪 所以我既然沒有 我為什麼 部長我是跟你講一個經驗 我曾經跟某個立委一起同台 那時候我還是學者的時候 討論一個事情 結果我們這些人被告 檢察官起訴 結果他罵得比我們還兇 他給我們看的是不起訴處分書 你知道 你給 不起訴 不起訴 他起訴是會寄給被告跟告訴 我知道 所以對我們之所以很難理解 就是說 如果這些東西都隱瞞 大家就不知道說 這個法律的標準是什麼 所以 如果連羅英雪都認為 不管起訴訴或不起訴處分書 性質應該跟法院的判決處是相當的 部長 這部分 法務部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一起都公開了 就不起 我現在大概先講 不起訴的部分 如果有被害人告訴人 他一定會收到 而且他可以在意 他可以向高卷署在意 那如果沒有告訴人或被害人的案件 我們現在法務部的立場 就是要成立人民的檢查審查委員會 那可以由人民檢查審查委員會 來做這個 沒有被害人的部分 還是要有這個程序 所以我們把兩個部分 有被害人的部分他也會接到 而且他可以在意 那沒有被害人的部分 部長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說 我們現在有施改國事會在進行 那很多部分 其實各部會也會有立場 這之間好像有很大的差距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司法國事會議開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後來 司法院這邊 或是法務部這邊 不接受 或不認同 那這部分 未來 是不是還要 只要 只要符合人民的期待的部分 我們會在法律上的盡量來做 克服或者是新的機制建立 因為時間有限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謝謝徐樂園